字幕志愿者 pictures 首先感謝梁先生的問題 其實這是一個好的問題 基本上,雙風感冒和肺炎是很難分別的 因為我們知道大部分肺炎的朋友 起手都是有雙風感冒的 然後雙風感冒會入侵了我們的氣管 令氣管的底管弱了 繼而令細菌入侵了我們的肺部 而引致肺炎 但如果真的要區分的話 雙風感冒的徵狀較為上 即是在上呼吸道的徵狀 而肺炎,因為肺炎的細菌入侵了深層的肺組織 它的徵狀比較上是下呼吸道的徵狀 雙風感冒的徵狀最主要是上呼吸道 即是顧名思義 可能會有些雙風感冒菌入侵了我們的咽喉 引致咽喉發炎的狂痛 然後也會引致我們 雙風感冒菌入侵了鼻戈 引致有鼻水、鼻塞、鼻水刀浪徵狀 繼而鼻水也會導流 引致咳嗽現象 這些是雙風感冒最主要的徵狀 另外肺炎 因為那些菌已經入侵了肺部 我們知道肺部負責呼吸、呼吸 如果細菌霸佔了我們的肺部 變成我們的肺氣泡 就不能夠吸到我們的氧氣 繼而令到朋友有些氣喘 而且肺部因為發炎 就會刺激到肺部的外圍神經組織 引致我們會呼吸時痛 一些胸膜炎的痛 而且他們很多次吸很多黃痰、綠痰之類 亦都因為細菌開始進入我們的血液 引致有些初期的敗血症 他們會發高燒、打蹄疼、尖黃尖凍 而且個人會很病 最主要分別就是這樣 首先請教導師不用太擔心 如果聽上去這樣說的情況 似乎肺癌的機會就不太高 為什麼呢? 譬如說肺癌的話 很少會漏鼻水或是這樣的情況 當然我會建議老早些 找回家庭醫生 或者是公開醫生去看情況 而作決定 當然它的症狀來說 都可以是一個初期的肺炎的症狀 因為它起手時有些傷風感冒 但是可能它的傷風感冒菌入侵了氣管 而導致氣管的底菌弱了 繼而令細菌乘虛而入 攻擊它的肺動 引致有肺炎的症狀 所以它可能會有些吸黃痰 或者是胸口健痛的情況 我覺得最主要是 找回家庭科醫生 去跟它聽一下肺 問一下症狀 再看看是否需要照肺 因為照肺 我們知道是比較是 檢查肺炎的黃金定律 首先我們要釐清肺炎的嚴重程度 很多時候我們醫生 當看到一個病人 是懷疑入肺炎的時候 我們首先看看它的嚴重程度 其實它會不會有缺氧 因為如果它的細菌入侵了肺炎 不能呼吸 我們可能要給它一點氧氣 然後會給它一些支援的治療 譬如說幫它拍痰 咳嗽痰出來 但是最重要的是 治治肺炎 顧名思義 因為肺炎很多時候都是因為 一些過濾性病毒 或者細菌性的感染引致的 如果我們覺得它是 像細菌性感染的肺炎的話 很多時候我們的 最好的治療是抗生素的 因為其實大部份的肺炎 其實我們都知道是在社區裡 其實如果社區上的肺炎 不穩定的話 其實就未必一定說 真的要入院或者隔離治療 其實很多的肺炎 其實在社區裡 我們的家庭醫生的朋友 其實已經處療得很好的 當然啦 如果發現它的病情很差 譬如說吃不到東西 或者很氣喘 整晚咳得很辛苦 那是可以考慮進院治療的 也不是說所有的肺炎菌 是很高度傳染性 所以不是說 個個都要入院 或者個個都要隔離治療的